我红尘重 不只多是梦 在你与大同 在你的笑容 哭哭 长沙的CSC和成都的CDC 这一次又干起来了 这一次的对抗又是四川成都的CDC 输掉了这场比赛 我是爱说唱的D伦 说唱巅峰对决的现场哈评人 其实我在现场也非常能感受得到 他们这一轮的火药味是特别重的 特别精彩的一次对抗 应该就是圣语和塞品的那一场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听一下这个现场 Let's go let's go 这首歌现场还是很炸的 在你现场这个声音还是很野的 但是这种歌恐怕会有人觉得 歌词太简单了一点 我在四川成都也待过一段时间 其实在那的rapper写歌就会写出这个气 其实用这首歌对比他上一季来参加的实力 感觉进步还是蛮大的 最大的进步就是他的舞台开始变复杂了 他上一次参加可是没有办舞的 而且上一次参加一看就是很livehouse的那味 这一次的舞台走位上镜头上都丰富了很多 在音乐节livehouse大家都是去玩 去放松的那个氛围下 可能这种音乐我们听起来会很OK 但是如果说它是拿来作为一个比拼的作品 拿来和同行进行比赛 听众们换了一种环境去听这首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是太简单了一点 歌词里面一直在强调帅 如果说歌词里面能够句句不提帅 但是句句都帅的话那这个才是真的帅 后面上场的圣语他会如何来应对呢 让我来看他的现场吧 哈哈哈哈 哈哈 i should be i wanna be i wanna be i wanna be i i i 一 二 三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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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首歌 他现在歌做的越来越野蛮了 有没有发现圣宇这首歌和赛皮那首歌对比起来 歌词上圣宇这个会更耐听一点 而且圣宇整个舞台会感觉更强势一些 这个在竞技的舞台上是会有优势的 诶 变半奏了 诶 变半奏了 诶 变半奏了 这个伴奏突然做了一个切换 从一个Trap B 变成了一个Jesse Club 现在巅峰说唱的这些rapper 他们都不像早期的说唱歌手 一个风格的伴奏从头唱到尾 现在他们都是做复合型伴奏 而且圣宇在这本场舞台上面的表现 他还是挂到奥特顿的 而且他的电量是动态调整的 不是从头点到尾 有时候效果拉得高 有时候效果拉得低 我感觉圣宇又进化了 他这个舞台还是有难度的 这么多动作 这么复杂的走位 这次我在说场巅峰对决的舞台 几乎有过一半的编曲 他都是复合型编曲 可能开头是一段Trap 然后中间就会来个Jesse Club 其实直接去看他们的现场 和手机里面看他们的现场视频 效果是区别非常大的 因为有很多音色 是需要一些现场设备才能够达到效果的 我作为一个不是四川人 也不是湖南人的吃瓜群众 这两个地区的rapper 是真他妈团结 而且在这两个地方 每年都会出来一些新rapper 从这一点我是非常Race by的 那么你对本场对决到底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 这里是爱说唱的狄伦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是 是